在昨晚發生意外之後 船公司的兩名高層先後到山頂醫院慰問傷者 山頂醫院表示一共有133名傷者送院 其中四個人需要即時做手術 但並沒有生命危險 黃彩晶伯達 事發之後政府立即啟動海上救援機制 派出過百名救援協助人員到場救助傷者 山頂醫院亦都大約在九點鐘接報之後 隨即啟動緊急機制 將急診部轉為災難傷患後塵室 受傷計133名乘客入面有68人送去山頂醫院 64人送去鏡門醫院 當中並沒有人有生命危險 現在目前有4個傷者有骨折情況需要手術 而鏡門方面有4個可能需要留意 但其他大部份都是很輕傷的病人 暫時我們未看到有很厲害的病人 三定醫院一共出動了50名醫護人員 輕傷的要坐在急診室等候救援 有傷者因為等得太久一度鼓掃 不出事的船公司也有派人到醫院協助 並向傷者派發食物和飲品 並向有需要的人安排酒店住宿 船公司的兩名高層 順德中旅船務行政總裁兼董事何超瓶 以及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行政董事何優倫 先後到山頂醫院探訪傷者 何優倫說出事的船隻在香港開航的時候 天色還是清的 即是去到近港澳碼頭的時候才開始大霧 有很多船在外面遲了很多等了很久 後來天氣又好一點點 後來又回來了 變了有很多特殊的情形 有時是遇不到的 他說有關保險和賠償的事 會交由保險公司安排 而船公司也都安排了四條緊急熱線 給傷者的家人查詢